在完成静态结构的编写之后 我们暂且将我们之前编写的结构放到一边 来看一下另外一块需要掌握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日历中的核心数据 核心数据就是指我们当月的日历 也就是我们前面编写的静态结构中对应的body的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的数据 我们需要通过编程的方式来获取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说渲染我们当月的日历的表格 我们只有获取到当月每一天的日期 才能够将它正确的显示在我们的body部分 第二个作用就是当我们用户点击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它点击的是哪一个月的哪一天 这样我们才能够将用户点击时对应的日期放回输入框中 在正式编写代码之前我们介绍一些前置知识 首先是我们的日期对象 也就是data 那么我们主要用到的是new data 然后传三个参数 一个是year 一个是month 一个是data 分别对应年月日 那么我们在传入年月日之后 就可以得到一个对应的日期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方month是需要减一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一月份的日期 那么我们这个参数需要传零 如果我们需要二月份的日期 那么这个参数需要传一 依次类推 当我们需要12月份的时候 那么我们传入的就是11 我们可以看一下 new data 2016 11 1 我们传入的参数分别是2016 11和1 那么对应的是2016年12月1号 那么你可以看到回显 December the first 就是12月1号 这是我们的data对象的基本用法 然后data对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参数在越界的时候 会自动进行进位或者退位 这点我们稍后进行详细的解释 那么还有几个我们需要用到的API get full year 就是获取年份 get month 就是获取月份 get data 就是获取日期 那么我们可以分别看一下 还是拿刚才的例子 我们把这个对象附给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可以用get full year 取到 可以看到是2016年 get month 得到的是11 那么同样的这个月份 是真实的月份减一的结果 也就是12月份 我们得到的是11 get data 就是获取到日期 也就是一 那么你可能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get year 事实上呢 get year这个API呢 是存在的 但是它所代表的含义 是当前年份 距离1900年 多少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是116年 代表着2016年 离1900年 有116年 所以我们不能使用get year 这个API 而只能使用get full year 最后一个我们需要使用到的API 是get day get day是什么呢 可能一开始你会疑惑 说get day是不是获取日期 事实上正好相反 它不是获取日期的 它是用来获取当前日期 在一个星期中是周几 那么这个地方的四 也就是周四 详细的对应关系 我们再稍后进行解释 接下来要用日期对象 去获取一些常用的日期 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 首先获取到当月第一天 也就是传入year和month 指定年份和月份 然后日期指定1 也就是当月第一天即可 然后是当月最后一天 这个用法就有一点奇怪了 比如说new data year month 注意我们这个地方的month 月份并没有减1 所以实际上指定的是下一个月 那么下一个月的第几天呢 日期我们传的是0 第0天 它代表什么呢 代表上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那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想要的是12月份的最后一天 那么我这个month 传的是12 而因为12超过了month的范围 我们上面解释过month的范围 是0到11 那么12超过 它就会进到下一年的1月份 1月份日期要的是0 也就是1月0号 那么1月0号对应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它又会再倒回来 变成12月31号 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new data 2016年12月 注意这个地方是减1的 12月31号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最后一天 但是因为每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不一样 所以你无法确定 所以你无法确定最后这个参数是传28还是29还是30还是31 所以我们可以传一个12month 传12就代表着我们想要1月份 1月份的第几天呢 第0天 这个时候它又会再倒回12月份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仍然是December 31号 这样我们就得到12月份的最后一天 刚刚说过 get day是返回当前日期 在一周中的第几天 实际上也就是获取星期几 那么这个结果对应的是这样的 周一就是一 周二就是二 依次类推 周六就是六 值得注意的是周天并不是七而是零 因为在国外的话 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是周日 所以周日得到的结果是零 那么这里是我们在获取核心数据之前 需要掌握的一些知识